宋牧师 你好 有很多地盘工人说一句 我们就是不喜欢读书 才是我们用手来做事 你又说读圣经 我一打开本书就立刻睡觉了 问得好 所以这些东西是不对我们的 我以前也以为是 因为我们建堂期间 我也曾经跟一些人说过 他们说我们不是读书人 你们是你们的 我们怎么适合呢 所以我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你们有些弄错了 你知不知道耶稣第一份职业是做什么 问得好 我也记得 你知不知道 这些问题真的问得好 耶稣是木匠的儿子 是的 他一方面是木匠的儿子 但同样他也是木匠 所以他第一份工是木工 是三行工人 实际上最接近耶稣的 反而是建筑界的人 其他人都没有那么接近 是你们最接近的 我就跟他说了 然后接着我就说 如果他们很清楚知道 耶稣都是这一行的 他们就知道 其实信耶稣是很容易的事 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只是查经 我们有很多讲故事 讲见证 生活上的东西 各样都有 所以我也希望 现在开始了一个团契 是 叫做工程及建筑方面有关 建造业团契 是 我们希望第一 将这个团契搬到地盘 每次可以分享一些见证 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 让他们知道 这个福音是给他们的 是的 因为耶稣也是这一行的 是的 耶稣是你的朋友 是的 对了 问得好 问得好